中国历史上三次惊人的巧合 第一个汉朝的巧合 刘邦在芒荡山拔剑斩蛇 起义诸暴秦 后尊淮王之曰 西略帝入关 兵伐斜阳 紫英投降以后 众将都建议杀之以谢天下 刘邦却说 使淮王前我 故以能宽容 且人以降服又杀之不祥 所以就放了紫英 刘邦建立了大汉朝 两百年以后又出现一个 投机钻营的安汉公王莽 他是汉元帝王皇后的侄子 汉平帝驾崩以后 王莽立汉宣帝两岁的玄孙 广陵侯紫英为皇太子 并改名为儒子 史称儒紫英 由王莽居舍 总揽朝政 不久之后 王莽就顺服命去汉号 串权改国号为新 并侧命如子曰 师不云胡 侯服于舟 天命迷藏 丰尔为安定宫 勇为新宾室 乌虎 看到这儿有什么想法吗 很相似吧 刘邦兴于蛇 而王于莽 西汉从秦朝的紫英处夺得了江山 王莽义从西汉的紫英处取得了江山 两位紫英均得到了宽恕 可见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关于刘邦兴于蛇 而王于莽的巧合 后来还演化出一段神话故事 刘邦斩蛇的时候 白蛇曾经说过一句话 你今天欠下的账 一定要还的 你斩了我的头 我就串你的头 你斩了我的尾 我就串你的尾 刘邦大怒 说道 我不斩你头 我也不斩你尾 我从你的中间一刀两断 说完 一剑把白蛇从中间斩成了两断 所以西汉传到平地 白蛇转投胎为王莽 毒杀了汉平地 串汉为新 后经关武中兴灭了王莽 才又恢复了汉室 建立了刘氏东汉王朝 而东汉西汉 正好各传两百年 第二个巧合 魏晋的巧合 东汉末年 全臣董卓立陈流王留邪为帝 视为汉县帝 董卓灭亡 曹操营汉县帝至许都 邪天子以令诸侯 把持朝政 自为宰相 封魏公 禁魏王 加九夕 杀死汉县帝怀孕的董飞 忧死福皇后 揪杀二皇子 但他碍于道德包袱 忠义身为汉士 没有串权 所以把串权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他儿子曹丕 继王位不久 于公元220年 逼迫汉县帝让位 曹丕建立魏朝 视为魏文帝 并封汉县帝留邪为山羊宫 还说道 天下之真 无与山羊共之 汉县帝活到54岁 也算是得以善终 而这逼宫受善的曹丕 并不长寿 只活到36岁就死了 其子魏明帝曹锐 活到30多岁 也扔下了孤儿寡母辞世了 一命司马仪和曹爽 辅佐朝方继位 曹爽乃一介武夫 不久 全家被司马仪一窝给毁了 朝政大权落到司马氏的手上 司马仪的儿子司马师 开始主宰魏朝廷 甚至进行费力 司马师暴毙 其继位者是他的弟弟 司马昭 司马昭也自称为宰相 并逼曹锐封他为晋公 加酒息 成与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就是曹锐的切齿之言 后来司马昭杀掉曹锐 另立一个宗室的子弟 曹皇来当傀儡 司马昭把新君主曹皇 改名为曹患 不久又晋封为晋王 等到司马昭一死 其子司马炎继位为晋王 公元265年 司马炎就效仿曹批旧立 逼迫15岁的曹患 善位于他 剑号约晋 史称 西晋 曹魏45年窜来的天下 被司马晋夺去了 曹患被封为陈流王 320年去世 10年 57岁 也得以善终 曹操父子对汉县帝玩弄的把戏 在子孙曹爽 曹患身上被司马昭父子 反过来淋漓尽致地重演了一遍 第三个巧合 宋朝的巧合 公元959年 宋世宗才荣死 功帝继位 归德军节度使赵匡印 与晋军高级将领石首信 王神奇等结义兄弟掌管了军权 数日正月初 传闻一单兵将南下宫中 宰相范志等未变真伟 便急遣赵匡印率领都军 急遇北上御敌 周军行使至陈乔邑 赵匡印和赵继等密谋策划 发动兵变 众将以黄袍夹在赵匡印的身上 拥立他为皇帝 随后 赵匡印率军回师开封 京城守将石首信 王神奇开城迎接赵匡印入城 逼迫周公帝善位 赵匡印继位以后 改国号为宋 仍定都开封 史称这一事件为 陈桥兵变 当时周公帝财宗逊只有七岁 小福太后只有二十岁 孤儿寡母无力纠缠 只能善位于赵匡印 周公帝在善位诏书中说 与墨小子 遭家不造 人心已去 国命有归 赵匡印建立宋朝后 封财宗逊为郑王 并赐他单书铁卷 相当于上方宝剑 可免一死 谁知三百多年后 公元的一二七六年 蒙古兵兵临临安 宋时请和 元将伯延云 如国得天下于小儿 一师于小儿 其道如此 尚何多言 不得已 也是七岁的宋公帝 与祖母谢太后 母亲全太后 奉表相援 宋公宗在投降诏书中写道 陈渺然又冲 遭家多难 今天命有归 陈将罔淹 宋公帝等被押往大都 忽必烈封其为营国公 也算是善待他了 同样是孤儿寡母 同样是七岁 同样的一号为公帝 就连诏书言辞 都是何其的相似啊 曹操为何把大将军之位 让给元绍 公元一九六年 曹操把汉宪帝 迎接到自己的许都 既然皇帝 已经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 凡事自然就由曹操说了算 于是 曹操首先加封自己为大将军 封武平侯 然后率领大军 把盘居在洛阳附近的军阀杨凤 给灭掉了 本来 汉宪帝在杨凤董城的手上 杨凤手中兵马众多 战斗力强劲 是曹操的劲底 可是曹操用董昭的计策 以两封书信 骗取了杨凤的信任 假意说把汉宪帝 移到鲁阳地区 既然依然待在杨凤的势力范围 又和许都靠近 方便粮草运输 杨凤自以为和曹操关系 已经很铁了 又谈图曹操给的许多粮食 就答应了 没成想曹操转身 就把汉宪帝帝带到了许都 杨凤率兵追去 可却扑了一个空 三个月以后 曹操在许都已经部署妥当 于是率军进攻杨凤 杨凤军队缺两几个月 就算是再能打 面对满面红光精力饱满的曹军 也只能是望风而逃 曹操扫熟了洛阳的军阀 在许都相顿稳定的安顿下来 一旦屁股坐稳了 曹操就开始有点躁动了 曹操假借汉先帝的名义 下了一道圣旨给袁绍 痛骂袁绍 说袁绍你的地盘很大 兵马很多 就是对朝廷皇帝 没有一点忠心 整天考虑的都是自己抢地盘 曹操说的是真话 可是说真话往往没有好下场 不久以后 曹操就为自己说了这句真话 而付出了代价 本来曹操是不敢如此牛哄哄的 前两年呢 曹操还不过是一个东郡的太守 要不是当时的衍州刺史刘黛去世了 空出了位置 要不是当时衍州的名流 陈公和曹操的老哥们报信出面 力挺曹操 曹操是不可能得到衍州刺史的位置 坐上刺史位置以后啊 曹操借口掏迁杀掉自己的父亲 征讨徐州取得了大胜 可是转过来被吕布 洗取了大部分领土 一时间存亡未知 曹操非常的狼狈 幸亏寻遇和成遇等人苦苦支撑 又重新夺回了衍州 195年 曹操自封为衍州墓 曹操这人天生就是那种阎王脾气 越是惊敲打 他身体越结实 吕布被逐出衍州以后 曹操的胆量更大了 加上有郭家寻幽等一流的谋士前来相助 曹操更是自信满满 其实啊 当时曹操的力量和局势 远远不如北方的袁绍 袁绍在公元1911年 从冀州刺史韩复的手上 夺得了冀州 然后自封为冀州墓 并以冀州为依托 向周围的并州 青州 幽州进军 当时 除了幽州和青州 一部分在公孙赞的手上 袁绍已经拥有 接近三州的土地 而幽州的公孙赞 经历多次战败以后 早就没有和袁绍抗衡的斗志了 归缩在自己建造的堡垒中 和富人为伍 而袁绍也雄心勃勃 一心想要一同北方 建立属于自己的霸权 于是 接到曹操这道圣旨 袁绍大怒 说道 曹操那小子几次就是要死了 要不是我救他 他有今天吗 现在竟然邪天子命令我 位置在我的上面 当时袁绍的职位是太尉 败叶成侯 在汉代呀 大将军位在太尉之上 袁绍怎么能够 让从来是小弟的曹操 爬在自己的头上呢 于是袁绍上表 拒绝这个任命 如果曹操够牛的话 那袁绍你就不当就别当 你再得瑟就派马平了你 可是曹操没那么牛 曹操这个人呢 高兴的时候得意 但是很知道收敛 并不是那种得意忘形的人 既然袁绍如此生气 那么你进我退 就把自己大将军的位置 让给了袁绍 确实 曹操当时只有眼周一块地盘 而且眼周经历了黄金之乱 经历了吕布之乱 早就是残破不堪了 虽然曹操多次下达屯田令 可是恢复经济并非一日可达成 现在的曹操实力 根本没有办法和袁绍抗衡 于是曹操选择了隐忍 这一忍就是几年 不当大将军了 曹操改任自己为司空 兼任车骑将军 当时曹中的三公为 司徒 司空 太位 前不久汉先帝皇帝 手下那批三公早就全部下岗了 就算是让袁绍继续大将军 兼任太位 可是司徒还是没有人呢 为何曹操不当首席执行官 需要当负责司法的司空呢 因为曹操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 还是要放在军事上 而朝廷的日常事务只能由其他人来打理 挂个三公的虚名 还是做自己眼周目最为实在 而袁绍的羞辱 让曹操意识到自己的弱小 要想真正地跟袁绍叫板 就必须壮大 可是向北发展 暂时是不可能了 于是曹操把目光转向徐州的吕布和刘备了 正史中的庞统和演义中有何不同 在演义中 诸葛亮也好 庞统也好 都是张良一流的谋士 可是正史中的陈寿看来 诸葛亮是管仲萧和一流的宰相之才 比起尊王攘夷的管仲 兴汉四百年的萧和 还是要差上一些的 而庞统呢 庞统颇有才学 也会比较薄化 如果和魏国的重臣相比 庞统应该是巡域 巡域对于曹魏的功劳很大 可以说是兴魏第一人 蜀地地狱狭小 仅有一周之地 而夺取一周的第一功臣 应当是庞统 于是 从这个意义来说 庞统确实可以看成魏国的巡域 不过在陈寿看来 庞统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谋士 蜀汉人才缺少 相对而言 法政更像是刘备仗下的军师 出谋划策 和成谕郭家相同 在正史中 司马辉对庞统的评价 叫做南州市之冠冕 在金州诸贤当中 司马辉最看好的 就是庞统 认为是最优秀的人才 在诸葛亮的传记中 《襄阳记》记载 刘备拜拜访司马辉 询问天下事 司马辉表示 自己一届书生 怎懂这些呀 可是 实时务者在乎俊杰 此间自有福龙 奉处 司马辉自贬身份 抬高诸葛亮和庞统 不过 司马辉的评价有夸大嫌疑 司马辉本身是好好先生 评价人物都来是好自当先 加上司马辉和诸葛亮庞统 是忘年之交 庞德公是金州名士 早年赞许司马辉为水晶先生 司马辉和庞德公多年之交 初入庞德公家就像自己家一样 庞德公的儿子 娶了诸葛亮的二姐 而庞德公的侄子就是庞统 说上来呀 他们都是亲戚 当然 正史中司马辉的评价 还是比较靠谱的 因为赞许诸葛亮和庞统 是实物者之俊杰 并不像演义中那样 大言不灿的说什么 诸葛亮和庞统 得意者可得天下 完全是无视天下贤才呀 孙策是怎么得到江东的 孙策得到江东的重要原因 事实无英雄 当时天下虽然已经大定 可是江东地区却没有英雄 孙策得以趁虚而入 当时的江东主要有三股势力 第一股是以刘瑶为首的扬州刺史势力 主要是盘踞在曲额和茉莉一带 第二个是吴俊的颜白虎 第三个是汇姬的王朗 关于刘瑶在正史中颇有名望 在演义中一律淡化 突出刘瑶看重无能的张英凡能 而废弃大将之才的太史词 演义中的刘瑶就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诸侯 不知道合理利用人才 至于辅佐刘瑶的薛里和泽荣 没有过多的笔墨 其实在正史里和薛里泽荣的几番大战 孙策都打得非常辛苦 远不是演义中那么轻松的 对于颜白虎 演义中自封为东吴德王 可是颜白虎的德在于何处呢 文中没有过多的描述 但看原文自称 自称东吴德王这句话 就可以品味出包含讥讽之意 后来颜白虎被孙策击败 逃亡之际抢夺百姓 遇上了灵操 被灵操率领乡亲们 打得屁滚尿流 由此可以见其伪善 孙策率领进攻 颜白虎之子横刀立马在吊桥前 很是威猛 可是当太史词年功搭建 一箭射中城楼士兵的左手时 双人芳芳喝彩 颜白虎大惊 颜白虎派儿子颜渝 邀请孙策饮酒 提出和孙策平分江东 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出的境遇啊 孙策一听大怒 说道 鼠辈安敢于武相等 于是亲手斩了颜渝 吓得颜白虎连夜弃城逃走 在演绎当中 颜白虎也被简化成为一个虚有其表 不知死活 蜀木寸光的江东蜀辈 至于王朗 在演绎中也被丑化 后文提到王朗之死 非常有名 王朗之后归了曹操 有一次想要羞辱诸葛亮 没想到被诸葛亮活活骂死 此时孙策来犯 王朗和来头的颜白虎 还有前任丹阳太守周星三人一起商量对策 一般情况 我们会说三个臭皮匠 赛过诸葛亮 可事实恰恰相反 三个臭皮匠 凑在一起 结果反倒不如一个臭皮匠了 三人联手出兵 被孙策一招击溃 所以惠基也轻而易举的被孙策所夺 有了莫陵 吴骏 惠基三郡 整个长江以南的地区 基本上都归属孙策了 筷子是谁发明的 中国人使用筷子的时间 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筷子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标志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它 关于筷子的起源 还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历史故事 谁又能想到 拥有千古骂名的达基 一代的腰肺 竟然是他发明了筷子 才能让我们现在的饮食如此的方便 根据史书记载 筷子是在商朝末期开始使用 人类从石器时代开始进化 从使用火烤食物 一直到商朝末期 都没有可以夹取食物的工具 普通的老百姓只能用手来抓取食物 有钱的人家就用仆人来服侍 当时 关于服侍咒王吃饭一直是大家畏惧的 就连打击也害怕不已 咒王生性残暴 他要求自己每天吃的食物不能烫一分 也不能冷一分 如果烫了或是冷了 做饭的大厨必须处死 接着连服侍吃饭的人也会遭殃 这一天正好达基服侍咒王吃饭 有一道咒王很喜欢吃的菜 达基先尝了一口 感觉有点烫 他怕咒王吃了发脾气 于是达基集中生智 将头上两根金钗取了下来 将菜夹起来递给咒王 这一夹一递菜也就不烫了 而咒王并没因此而发脾气 一连几天 服侍咒王吃饭都没有任何的差错 达基觉得这个办法真的是一个好办法 于是吩咐下去 让工匠打造两只金筷子 从此 咒王吃饭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当时筷子并不叫筷子 而是叫柱 达基用金柱为咒王吃饭的事 很快被王公大臣们知道了 大家都觉得使用柱十分的方便 于是吩咐家里人学着 用金打造一个金柱 但是金子过于昂贵 大臣们就敢用银子打造 然而 普通的老百姓虽然得知这个消息 但是既用不起金 也用不起银 那就用木头和竹子吧 后来逐渐发现 竹子做的柱不容易被虫柱 也不容易变形 十分的好用 后来大家认为柱这个字不好听 和柱虫的柱是同音 因为它可以使食物快速的冷却 所以取名为快 再加上它是竹子做的 于是就写成竹子头的快 很快 筷子就诞生了 筷子的发明对于我们后世的贡献很大 只是没有想到 达基为了保护自己的这点小聪明 使后人终身受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摄